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需要用青鳞切片 到时候是用来提香的哦 然后还要切我们的整颗黄鳞 那切这个黄鳞为什么要整颗切呢 首先第一个 柠檬它的苦素最主要是来源于它的籽还有中间的肉 所以我们在切的时候呢 不能把它中间的肉切断 然后只能通过这种环切的方式慢慢来切 那当然了 你们切习惯了 切熟练了 那可以切很快的 那大家 诶 这个切好了 大家看到 中间是完全没有切断的 这样可以保持柠檬的酸香 又不会苦涩 好 我们把切好的柠檬放到我们的学科杯底 然后再用一个搅拌拌 把它压一下 那当然了 大家也可以用一个专门的柠檬压汁器来压这个汁 压完汁之后呢 我们放一片青鳞在下面 然后用来提香的 然后再倒入冰块 还有我们的糖浆 倒完之后呢 我们暂时还不要加茶 我们先要把它用冰跟柠檬好好的雪克一下 这个雪克呢 可以用在冷的情况之下 把柠檬的酸香带出来 好 雪克好之后呢 我们放250毫升的四季吞茶汤 然后再吃雪克 那这里呢 其实大家要注意 如果大家想要柠檬味更加丰富 或者更加酸的时候 可以加入一些冷链或者纯的柠檬汁下去 那大概加10到15法 逃生就OK了 好 这杯 暴龄四季吞 我们就做好了哦 那当然有关于更多的一些疑问 还有一些细节 甚至更深厚的一些做法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悠闲胡说的公众号 甚至在后台留言给我哦 或者来参加我的课程 OK 好 这一期节目就这样子了 拜拜 拜拜 好 这一期节目 好 这期节目 好 这期节目